记者国安家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与妻子陈佩奇出席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亲子共读活动 但陈佩奇分享师大运吉祥物雄赞故事 对小朋友说公高镇主名调比师大王还高 每天被豺狼虎抱批斗 让外界认为在隐喻柯文哲的处境 台北市议员王世间经上午于市议会专案报告 批评柯文哲肉妈当有趣残酷没人性 要柯向天真的儿童道歉 未料王世间直询快用尽时间 柯文哲近回说你时间到了 令王世间不满反批为了选举没有极限 而稍后直询的台北市议员秦桧朱则说 他愿意借30秒直询时间 再问柯文哲要不要道歉 引起一场一阵怯笑声 柯文哲则回应 他没有办法控制陈佩奇做的事情 陈佩奇的说法当作笑话看一看 他当场也笑得很开心 他太太很强势 现在都得靠他太太养家赚钱 柯文哲经上午针对台北市促餐及招商执行情形 与地上权案检讨专案报告 王世间也批评议会两年半以提案 驻北市府取得大巨蛋主导权 但柯文哲舍气不用 还带着市长市主任蔡碧如宇 赵腾雄私下会商 如今权力经 凭数缩减等什么都没要回来 柯文哲气泄投降 跟赵腾雄暗通还取 自相受受违反公开透明 根本是政治人格 überleb earliest 你们根本是政治人格破产 首先